中方对日方近期一系列涉华消极举动表示严重关切 第资讯 华广网 请点赞订阅 谢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一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对日方近期一系列涉华消极举动表示严重关切 要求日方停止搬弄是非 停止对中国造谣重伤 中兴网北京4月1日电记者梁晓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一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对日方近期一系列涉华消极举动表示严重关切 要求日方停止搬弄是非 停止对中国造谣重伤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薛伟设有记者提问 近日 日本和印尼在日举行外长防长2加2会谈 共同社等日媒报道称双方强烈反对中国在南海东海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的举动对中国颁布海警法表示关切等 日前 印尼外长雷特诺也以线上方式 向媒体就此访情况进行吹风 未出现上述 中方针对中国的内容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回应 贡献正能量 而不应针对第三方 我们对日方 我们对日方近期一系列涉华消极举动表示严重 关切 要求日方停止搬弄是非 恪守国际 关系关系基本准则 停止对中国造谣重伤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大局 我们也希望有关日本媒体秉持社会责任和职业操守 停止制造虚假消息 不要煽动地区国家间对立制造紧张 感谢观看